All right, so, 我们学,这个东西叫subject verb agreement,什么是subject,就是你讲的那个东西,对吗,然后verb呢,动词很好,OK, so,这两个一定要match,怎样讲一定要match,for example,he is playingfootball,这个很简单吧,对吗,你在讲着谁,谁在playingfootball,he哦,这个是你的subject,一个还是很多个,所以你用is哦,OK,so,this is your subject, and this is your verb,δ一个很直接, 这个很直接, 这很直接, 这个很直接, 这个好直接, 这个很直接, 这个很直接 OK,the pair of scissors is on the table. 这么这个是一下?这么这个是一下大家? Cezzers是多少?什么是 Cezzers?可是还有S对吗?这么是一下? S是很多个不是,这么有 因为我讲着不是很多个剪刀,我在讲着 就是那一个剪刀,这个是我的subject,这个就是我的verb OK,for example,我再给你多一个,像这个的 好,the number of players is written in the book 什么意思这句? the number of players is written in the book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啊哈? 所以是什么? 玩家的号码有写在书里面对吗? 你在讲着那个玩家写在书里面,还是那个号码写在书里面? 号码吗?我们在讲这个号码有s吗?没有,所以是is 你get到这两个example,为什么是is? 这个叫subject verb agreement,你要懂你的subject是谁 OK?你在讲着谁,你就会找你的vote out,你就会知道你动词是什么 你喜欢被绑? 好 OK,这个呢? neither the dog or the cats are in the kitchen OK? 什么是啊呢?这个? OK,很好,很好,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还有谁是觉得不一样的? OK,真正的原因哦?每一次你看到,every time,你看到, neither or sorry,这个是no来的,你的是no啊? OK,或者either or,差不多是这样的pattern,当他要你二选一的时候,对吗? 你选最靠近的,你的verb是这边吗?对不对? 所以,最靠近的是the cat's plural 很多,所以你用r咯,如果我把狗跟猫换位哦,你就换成is OK,我给你们看啊,我查 我给你们看啊,我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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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